多倫多第三天 要去 附近走走囉 Go 穿鞋 其實我們這幾天住的地方 離多倫多大學校區超近 陸地窗外就可以看到整個校區的風景 所以第三天 我們只要坐在家裡附近晃晃 也去一趟多倫多大學校區裡面走走 當你看到這個藍色的招牌的時候呢 就表示你已經走到了多倫多大學的書店 推開門就可以直接走進去 進去之後呢再走幾步路 就可以發現位於一樓角落的書店路口 當你進去之後就可以看到 許多關於多倫多大學相關的紀念品 包含他們的背包啊 腰包 以及大學自己設計的貼紙 印有logo的筆跟筆記本 以及整區都是跟當地知名品牌 像是Root合作的大學後題 購買完之後呢 你也可以獲得就是印有書店logo的購物袋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在書店裡面買的褲子 是一件印有logo的深藍色棉褲 折合台幣大概是700到800左右 褲頭呢有抽繩的設計 而且裡面是刷毛 我自己蠻喜歡這件褲子的實穿感 蠻推薦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多倫多大學的書店 也可以戴一件就是他們的褲子 一進入店裡呢就會有人帶你到空位 並給你兩份菜單 這是其中一份菜單 他們的餐點的價位平均是落在加幣15元上下 然後這邊是另一份菜單 如果有需要細看的話記得點贊停哦 這裡所提供的呢是美奈米的餐具 而餐桌上呢都有放上共同的調料 餐廳的環境看起來跟台灣一般的麵店長得是差不多的 第一個上桌是我們點的牛肉捲餅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外層的西脖子真的有湯 打開的時候呢千萬要小心 而我們拆開西脖子之後呢就可以看到牛肉捲餅的本能 看起來好像有點辣的外觀其實我真的覺得還好 而且裡面還有放一些蔬菜 吃起來口感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接著上桌的是蘭州牛肉麵 而這碗點的麵款是細麵 而另一碗呢點的是寬麵 這裡的寬麵的麵體給的超級扎實 吃完這一碗真的可以超級飽 這裡只有蘭州牛肉麵可以選擇要小份還是大份的 而大小份之間的差異透過畫面你就可以看出來 最近推薦如果你是一個人來這裡吃飯的話 點小份就足夠讓你吃到飽了 而其他口味的麵呢都只能統一選擇大份量的 像蓬蓬點的這一碗香辣牛排骨麵就只能選擇大份量的size 那既然麵都上桌了那我們就開動吧 趕快入訂 趕快可以入訂嗎 可以 第一次整桌吃下來我最喜歡這道牛肉捲餅 推薦大家如果有來這裡的話一定要點 而牛肉麵的部分的話整體吃起來蠻好吃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湯頭有點偏鹹 那接下來我們就認真地吃完這頓午餐 我們就要往下一個景點前進囉 如果啊你平常啊就喜歡塗鴉跟hiphop相關風格的話 那肯興頓四季一定是你來多倫多必須要安排來逛逛的一個點 這裡除了擁有許多具備當地風格的店家之外呢 也有許多美食 我們第一站先來到擁有可愛小馬造型的Fika咖啡店 除了販賣咖啡以及甜點之外呢 他們也有出個人的品牌周邊 像是衣服、咖啡豆、咖啡相關器具等等 然後Fika咖啡的內用空間看起來是蠻舒適以及溫馨的 不過很可惜的是這一天我們點完咖啡跟冰巧克力之後 時間已經是當天的傍晚快五點的時間 所以我們只能拿著我們點好的飲料往戶外的座位去走 要來品嘗這一天在肯興順四季的第一杯飲料囉 然後這一杯是冰巧克力 其實啊Fika的冰巧克力我覺得超級好喝的 它是我少數回到台灣還會想念的多倫多的美食之一 那我們喝完這一杯巧克力之後呢 就要往下一個餐廳前進囉 這裡呢是Seven Lives 是肯興頓市集裡小有名氣的墨西哥捲品店家 店內只有提供站立的座位區 而菜單呢就在櫃台旁邊這一整排的卷子上 我跟PonPon這天點了一個比較經典的魚口味的墨西哥捲品 它大概就長這樣 上面呢有許多的番茄丁醬料還有炸魚 整份點起來含碎大概是8.48加比 那我們就開動吧 一上桌當然要先從主食炸魚吃起 而炸魚的口感呢就是那一種經典但不會讓你踩雷的感覺 因為是分食的關係一開始我跟PonPon還用叉子很秀氣的慢慢吃 但最後我們發現直接抓起來咬一口 可以一口氣吃到蔬菜醬料炸魚 合在一起的層次口感 總之很愛墨西哥料理的話 或許這一間店你可以安排時間來試試看 那我們吃完這個卷餅之後 就要再前往下一個地方吃其他美食囉 這間呢是The Dirty Butter Chicken and Waffles 是在肯興頓市集賣炸雞跟鬆餅小有名氣的一個店家 這裡呢是他的室內的用餐環境 但因為那一天我們真的吃得太飽了 所以我們決定外帶 而這裡的炸雞是現點現做的 所以我們等了一段時間 最後呢我們在多倫多大學附近 找一個地方來吃我們剛剛外帶的炸雞 其實炸雞還蠻好吃的 如果大家有來肯興頓市集的話 也想吃炸雞這間你可以試試看 而這裡呢就是我們那一天選擇吃炸雞野餐的地方 我覺得很棒的是那一天剛好遇到這裡的繡球花盛開 超級美的 那這一次第三天在多倫多的紀錄就到這裡結束囉 下一次我們就要前進七大世界情景的尼加拉大瀑布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喔 By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WE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請他們請我們的授雞 讓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跟我們下支影片見 並我們下支影片再見